明镜党副总统参选肖美琴在新竹市立委参选人林智杰的陪同下参访台积电创新馆 他也透露在任职美国期间许多单位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 来台湾都指明要参观台积电创新馆并对台湾产业刮目相看 很多国际的友人也特别注重台湾整个科技产业的永续性 我其实在美国接触的很多的对口国会议员也好政府官员也好 很多人来台湾就是指明要来这个创新馆 很多人都想要了解台湾政策台湾长期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的强项 声策方面小美琴说任职驻美代表这几年也在美国极力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对台湾的产业与人才做全球布局都有很大帮助 而针对外界担忧台积电布局全球人才与技术是否被掏空的质疑 香美琴也做出回应 台积电的第一个字就是台 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 但是我们的产业要能够扩大 甚至成为全球产值以及市值最高的一个公司之一 我相信他都要做全球的布局 至于选举话题 小美琴指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机 前早在2002年放弃美国机 中选会也已审定资格 那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一点内政部也都已经调查过了 没有问题很清楚 那我就是驾杠的台湾人 新唐亚太电视林秋霞 曾一号唐杰安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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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